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原配宋沙瓦丽身份显赫 身后庞大的育坤家族令很多人羡慕不已 她是失利吉王太后的亲侄女 太王的亲表妹 太王后面的四任妻子都是平民之女 也是太王自己寻找的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年轻漂亮 第二任妻子于瓦达16岁就已经结识了马哈 后来与她同居八年 共为马哈生养了私儿异女 最后因为与年轻的空军人率有私情 被马哈发现 被迫带着所有的孩子逃离了泰国 现在和四个儿子定居在美国 由于余瓦达的过失 四个儿子也被马哈剥夺了王室身份和王子头衔 至今不让他们回到泰国 只有小女儿虽然凡公主命向好 得到泰国高僧的赞誉 被马哈酬心接回王室 恢复公主身份 但小公主深知自己的家世 对王位继承明确表态不参与 实际王位的竞争也就是在帕长拉公主和提帮公王子两个的身上 按照王室的传统 提帮公王子应该略占优势 因为王室向来是重男轻女的 但自从拉马九世国王开始就打破了这个传统 她在1979年破例册封了士林通公主为女性王储 与马哈王储平等享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帕长拉公主虽然为女性 但是她才貌双全 在工作经验 社会阅历 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等诸多方面 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和优秀 年幼的提帮公王子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而且这么多年 帕长拉公主一直跟随士林通公主 在王室主持事务 工作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深得士林通公主的喜爱 太王喜欢旅居在德国 王室的公务基本上都是士林通公主和帕长拉公主在操办 而士林通公主现在年岁已高 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王室的公务主要还是帕长拉公主在执行 公主的才华和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她也因此赢得了泰国民众的忠心拥护和爱戴 帕长拉公主身后母亲的家族也给予了帕长拉公主强大的支持 让大公主在王室的地位直线飙升 帕长拉公主的杰出表现得到了太王的赏识 大公主在王室不断地晋升地位显赫 赫丽姬权在王室已经无人能及 与之想比提帕公王子虽然在性别上上了一定的优势 其他应该都不占便宜 首先她的母亲姓阿米就是一个平民之女 而且现在还被关押在监狱 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提帕公王子 而提帕公王子从小就患有学习障碍症 对学习不感兴趣 这也成了她最大的致命的弱点 至少一定的文化功底造成了提帕公王子 在很多方面都显得能力低下 甚至看上去呢智商也不高 这样很多人为她担心 如果一直是这样啊 她又怎么能当王储呢 将来怎么来当一个优秀的国王 泰王自己也一直为这事儿在犯愁 所以她将提帕公王子送到德国去培养 现在看来提帕公王子在德国的学习并不理想 从前几次她回国的情况来看 除了个子升高了 身材魁梧 其他能力方面变化并不是很大 上一次在王室共同举行祭祀的重大活动中 提帕公王子一时兴奋 竟然抱起了自己的姐姐苏瑞凡公主 让在场的所有人惊讶不已 如此这样泰王又怎么能够放心地将王位让她来继承 为了王室的千秋大夜 泰王肯定还要择优选择 帕茬拉公主被选的概率将远远大于提帮国王子 泰国王是即将迎来他们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王 接下来是42岁帕公主穿泰斯服豪美 高贵典养五官精致 提升往事平均颜值 帕公主是一位很优秀的女性 只是和施灵通公主一样输在了性别上 对比弟弟提帮公优秀很多 帕公主从小学习优秀 后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政治 回国之后在施灵通公主的指导下 逐渐熟悉王室的公务 但是泰国王室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女性君主 就连施灵通如此优秀 马哈如此放纵 依旧是马哈成为了君主 不过帕公主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相比肆意聪慧的马哈 提帮公的烈士就更加明显 不仅患有学习障碍症 生母希拉米也有着很多的负面消息 而帕公主有着贵族背景 在海外求学变得更加开明 不过目前泰王也没有表现出 想要册封女儿为王储的意图 他不想违背几百年的王室规则 蒲蜜鹏如此受人爱戴 也只是修改了女性具有继承权 却保持男性优先继承 尽管帕公主不会成为下一任的君主 却会如同施灵通公主一样成为王室的顶梁柱 下一代的摄政王 而这样的身份也很符合他大学时期的专业 近日帕公主被马哈国王提升为上将军衔 晋升皇家陆军参谋长正式开始得到实权了 泰国王室和很多王室不同的地方在于 他们手中握有军队和实权 这也是泰王可以随意册封军衔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他可是将宠物犬夫妇都册封为空军帅了 虽然成为君主的可能性微乎极微 目前都默认他将会成为如同施灵通一样的存在 但是这对于帕公主来说也并不是坏事 帕公主已经隐婚生子家庭幸福美满 相比放置在这样一个高位上饱受关注和煎熬 成为摄政王很适合他 帕公主也懂得维持和王室成员的关系 尤其是如今王室中最年长的施力级太后 施力级名下有很多慈善活动 大大小小超过40个 其中一部分已经交由苏迪达 但是泰斯推广这一方面仍旧在施力级的旗下 帕公主为了奶奶欢心 主动穿上泰斯礼服 为泰国的特色产品拉动泰国的经济 看惯了平时因此下爽又干练的帕公主 再看看穿上泰斯礼服的她 有着很不同的温柔气质 这身蓝色的礼服很容易显得老气 但是帕公主穿上之后 硬生生的靠着气质撑起来了 帕公主有着泰国最美公主的称号 尽管帕公主的颜值放在全球王室中并不算出色 但是相比马哈其他子嗣都继承马哈国王的颜值 帕公主对比起来显得清秀许多 帕公主五官上更加向母亲送飞 而王室其他成员 无论母亲多么美丽 可偏偏都继承了父亲的颜值 帕公主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如今施力级压根不把奢华珠宝给自己的儿媳使用 而传承下去 帕公主是与施力级太后关系最近的一位 未来必定会是他的